下战光点发布一个月了 关于这首歌所创下的一些记录 也引发了许多网友的热议 其实自下战的光点发布以来 这首歌共计创下了三项记录 分别是数字专辑全网销售额第一 不到官媒引用光点作为毕竟音乐 以及光点破圈层 在工艺 摄影 甜点和媒甲等领域应用 咱们挨个来说一下 一 下战光点数字专辑全网销售额第一 对于这项记录 在光点光上线的时候 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 肖战这首歌能够在短短两三天的时间 销售额破亿 成为数字专辑全网销售额第一 并在之后依然有着一定销售额的增长 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亿零五百万 比第二名高出了近四千万这样的记录 在整个娱乐圈都值得称赞 并让人看到了付费音乐的潜力 无论是对于肖战的这首歌 还是对于整个乐坛 都是一个利好消息 而五大官媒引用光点作为背景音乐 对于五大官媒引用光点作为背景音乐 算是一种官方认可了 它们分别是上海普陀夏房 红口特景 美丽浙江 紫川观察和中国日报网 尤其是中国日报网 不仅用了两次光点 而且在侠战这首歌发布之初 就正门进行了相关报道 可以说相信明天无论是雨或情 拥抱让爱更有意义 光点传递的这份正能量 才是官媒引用这首歌的关键 三 光点破圈层 在工艺 光呼 甜点和媒加等领域应用 光点上线一个月 关于光点的破圈层 也让我看到了这首歌的潜力 尤其是肖战的那部光点手绘 不仅成为了摄影爱好者的 创作灵感来源 而且在工艺 光呼 面包甜点 美甲 化妆等领域都有应用 每一个粉丝或支持者 都是相当有才华 也让人看到了这首歌的无限可能 当然了 在这里面 让人感受最为颇深的是 工艺和光呼 前者是庄重有爱 后者则是有趣快乐 尤其是销量解锁工艺 这一个设定 让我们感受到了 一边购买歌曲 一边做工艺的热心与荣誉 以上这三项记录 都是光点上线一个月取得的 虽然该歌曲热度有所下降 但是这首歌的生命力 一定是绵长持久的 并激励每一个听众向爱而行 哪怕是现在正经历着艰辛 正如肖战所说 其实就像我新歌里的那句歌词说的 走过的痕迹都变成光点 就是遇见困难 从中学习和成长 一步步积累 成长永远在路上 而当肖战登上舞台 初次演唱这首歌的时候 一定又将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 世间美好如月而至 与你缓缓相扣 肖战光点迎来了线下投屏 就在上海公交站大屏 近日东方风云榜这个榜单吸引了诸多人的关注 而最近的1382期的排名已经新鲜出炉了 肖战的光点排名是第三名 在东方风云榜周榜中列为前三首歌曲 会获得动感101 一星期宣传片滚动推广位及上海地标大屏 上海外滩和上海1500块公交站大屏 CBDTV的推广资源 这些福利中的上海地标大屏 上海外滩已经为肖战的光点亮起了 继上海外滩之后 上海的公交站大屏也为其亮起 和上海外滩大屏亮起不同的是 公交站的大屏上还有着肖战的照片 肖战和他的单曲光点一起在大屏上出现 美好如约而至 既推广宣传了光点 进一步宣传了肖战本人 一举双得 相信很多人都有了解到东方风云榜的重要性 东方风云榜创办于1993年 是中国内地历史最悠久的原创音乐排行榜 由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101主办 从这短短的介绍中 就可以看到这个榜单的重要性 这次肖战的光点上榜 可以对他本人有着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了解过肖战的人都知道 他先是参加了燃烧吧少年 继而成团X9少年团出道的 最初他是一个主唱 歌唱是他的梦想 也是他出道的初心 从大学开始 他就很喜欢唱歌 而他也在不断进步着 就如大家知道的 肖战在饰演为无限一绝大火之后 参加的综艺就是和歌唱有关的我们的歌 在这个节目中 在和那英老师 张上涵老师等人的相处和学习中 他的歌唱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我们的歌这个节目中 他不断挑战自我 为观众呈现了不一样的自己 也让他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更多可能 歌唱是他的梦想 他不会轻易放弃 歌手是他的认证头衔之一 相信他会继续努力 向大家呈现一个更加完美的他 就如他在经历黑暗之时 带给大家的几首歌 翻唱的红眉赞 个人单曲光点 东方风云帮榜当中的第三名 逐时的舞台重现 这三首歌 再次让人见证了他的进步 肖战将走过的痕迹都变成光点 让自己成长在路上 越来越好 想起一句话 困难从来都不是你成长路上的绊脚石 困难只是让你发现其实你还有更多可能 无论何时何地 遇到何种困难 就继续拼搏吧 你永远不会知道在困难的背后 等待你的或是怎样的美好 奋力一搏 却让自己有更多的可能 歌手肖战是他的初心 他不忘初心 带来光点 相信自己的直觉 从未曾改变 最初的那张脸 他的梦想也不会改变 相信他就如光点一般 绽放更多的可能 近日 肖战登上了中国新闻周刊 获得主流媒体的肯定 此外 肖战粉丝公益项目组的英文名字 也格外让人感动 在此次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 肖战与四位政商界大咖同框 表达自己的声音 他们分别是曾光 董明珠 巴西总统和李在荣 看上去 肖战的咖位和他们无法相比 但是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肖战发出的声音 也就是 尽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遵守职业规范和行业底线 我不需要应援 一件事情的两个切面 公益是粉丝对偶像最好的应援 而就在今年 肖战粉丝公益项目组成立了 logo是肖战亲手设计的 带有爱心的橙红色意识 也就是太阳的颜色 象征着光明和正能量 肖战粉丝公益项目组就是肖战粉丝的力量 看到这里非常让人感动 其实 在博客天下的采访中 对于粉丝做的公益 肖战就曾这样评价 在做公益这件事情上 他们非常值得尊敬 行动很快 在短时间内凝聚了爱与力量 传递给更多人 我也是真的有接收到 他们给我的这股力量 很显然 粉丝在做公益的时候 也让肖战光目相看 且十分受容 这也是为何肖战说 这是他最为印象深刻的应援呢 因此 对于公益事业 肖战自己也说 希望能做更多 希望能尽到一点心意 公益这个事不是一天两天 需要秉着平常心去坚持 其实 通过肖战登上中国新闻周刊 做实方法获得主流媒体肯定 以及肖战粉丝公益项目组的 英文名字 可以让人看到一个事情的 两个前面 我也相信 这样良好的关系 才是粉丝与偶像 最好的相处方式 读完了肖战在 博客天下的最新专访 不禁有些感慨 他的棱角分明 辛苦却被自己一笔带过 事实上 在这篇十多页的最新专访中 记者问的每一个问题 都比较切中要害 也是时下许多粉丝关心的 而肖战也没有回避问题 选择了直面正义 将自己的心声吐露出来 从这些回答中 我看到肖战的棱角依然存在着 就像他说的那样 我不会去刻意讨好 那些不喜欢我的人 也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 我只专注那些该做好的事 不过在这个棱角之下 藏着这是他的辛苦 哪怕这个辛苦被一笔带过 其实纵然整篇专访 肖战很少会有情绪化的表露 更不会提及自己的辛苦 都是特别正能量的来面对所有提问 像认真 热爱 公益 积极等词语出现的频率都很高 棱角式的表达 比比皆是 因为面对任何问题 下站都有着自己的原则 只要保持最初的善良和纯粹 努力的去做好自己认定的事 这一直都是我在坚持的原则 也是我想要做到的 在坚持的原则